6月1日晚 数百人聚集在旧金山中国城花园角广场的民主女神像周围 手拿蜡烛悼念六四镇压中的死难者 在那次镇压中被中国军方坦克压断双腿的方正说 六四镇压在中国还在继续 这也是年复一年纪念六四的意义所在 对于我们来说 六四并没有结束 它依然在延续 因为在国内还有很多人 因为六四而受到迫害 每一年都有人们因为纪念六四 为了想不要让大家忘记在国内被抓捕 遭受到迫害 所以说六四镇压依然在延续 那些当年的六四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依然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 所以我们依然要每年要实时地纪念这个日子 参加星期六悼念活动的江林几天前刚从中国抵达美国 她曾是解放军报的记者 不久前打破沉默 向外界说出她所目睹的六四屠杀 她说中国政府30年来一直隐瞒真相 毫无悔过之意 让她决定必须说出真相 只有找到这个真相 中国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转型 才可以真正走到民主的道路上来 活动现场播放了天安萌母亲群体领袖尤维杰发来的录音 她在录音中说她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六四惨案终将会在中国得到公道公平正义的那一天 除了经历过六四的一代人参加纪念活动的还有不少年轻面孔 他们有的是八九一代人的下一代 也有的是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那段历史的年轻时代 他们呼吁人们将追求民主正义与自由的六四精神传承下去 一些藏人和其他族裔的美国人也到场支持纪念活动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旧金山办公室代表米格尔·格雷罗说 人们不会忘记六四 孤身一人挡在中国军队坦克前的那名男子的应用行为 三十年后已经深深烙在了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的记忆当中 中国政府继续试图隐瞒这段历史 否认这些英雄的遗产 这是严重的不公正 全球数百万每天满怀希望 为公正自由未来抗争的人们铭记着这些遗产 他们不会让天安门精神逝去 六四烛光导念活动 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等多个海外民运组织联合举办 当天下午他们还举办了六四讨论会 有百余人参加 美国之一末语就金山报道